訂貨日期的話,根據什麼?根據這個裡面的資料,比如選哪一個資料,要跳哪一個日期,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呢,這個公式,特別注意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對照表,不過在講這個之前,順便講一下這個清單的部分,資料驗證 那這個驗證呢,特別注意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來源就是h,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有一個 h1到h3這個範圍,那你可以給它,就是說這個,資料驗證裡面的清單,你可以給幾個資料,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給一個範圍 那,可是這種方式,你會發現,這樣子放在這裡,有點怪怪的,為什麼?因為放旁邊,本來這個消貨單很完整的,旁邊多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放這裡,那會放哪裡呢?比如說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另外再剪下來 剪下來,可能在另外再開一個工作表,把這個這個地方的工作表,這剛剛的東西把它放在這個地方,這個範圍裡面 那這個比如說,這裡面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郵件,這個郵件,這個這個,給它一個一個工作表名稱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取得,如果你把它轉移到這裡之後的話,那消貨單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它會 這個地方點擊的話,現在就沒有效果了,對不對 所以資料驗證的地方呢,就必須要改,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參考不到 那參考不到的話,會有 這個這個,就會 很麻煩,那怎麼樣 可以把這裡面的資料帶過來,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的那個 版本是2003的話 那2003的這個來源參考不能跨工作表 它一定要在同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我說你2007以後的話,可以跨工作表 不過呢,你要自己打上去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範圍 這個位置是在郵件裡面的 比如說A2一直到A4好了 那我們這個地方加上去的方式,就是在這個驗證裡面 這裡的話就自己要打上去 你選的也沒辦法選,因為它沒辦法跨工作表 你就必須要自己打上去郵件 然後呢,驚嘆號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A2 到A4 你要自己key上去 不過這個好像也不是很人性 按確定說 這個時候點下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跨工作表在2007 之後才可以 但這個方式 還不是很理想 一般的話 通常會怎麼樣呢 通常 我比較建議各位 可以用什麼 用公式裡面的什麼 就是叫做名稱管理員 名稱 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就 給他一個 名稱 定義名稱 然後呢,將來的話 直接用 這個名稱的方式 那比如說 這邊的話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在上面給一個標題 比如這個名稱的話 叫做 就是 比如說就是 就是 性質 天數 一般的話 名稱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這一個部分的定義成 定義成 我的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選取 包含上面的這一個 上面的這個欄位 然後從 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頂端列打勾 頂端列就是他的名稱 然後按確定 那你各位可以在名稱定義管理員裡面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個性質 那性質指的就是A2到A4的範圍 那你可以再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再到什麼呢 下拉選單這邊 我們點這個地方 然後再到 這個 這個這個 資料 裡面的話 資料驗證 驗證裡面的 這個範圍沒有 除了說可以跨工作表之外 還有一個方式 按F3 F3 F3就是取得那個名稱 那名稱有個性質 按確定 這樣也可以 他會自動對照到這個範圍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按下拉也是OK的 所以 下拉選單的來源取得 有幾種 那如果跨工作表你可以用 但是你要自己key 那你可以用 名稱的方式取代 這第二種 那一般我再教各位第3種方式 我第3種方式的話呢 通常是如果你這個 裡面的資料不太會變動 已經固定的話 那你可以用第3種方式 第3種方式就是直接怎麼樣 非常簡單 這個裡面的話 直接把 剛剛的這一個 這三個怎麼樣 我先把它做一個 非常簡單就是 把這三個 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然後中間加什麼加逗點 中間加一個逗點 如果說你的下拉選單 已經是不會改變了 通常是不會改變的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裡面 這個下拉選單裡面 資料認證裡面 就 直接怎麼樣呢 把剛剛這個東西加上去 就是 一個名稱 逗點 一個名稱逗點 這樣子的話呢按確定 就也是可以 看各位 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你 你就用哪一種方式 目前我有 三種方式 三種方式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 這下拉選單的部分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我把畫面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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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